定制心目中的CP 给自己心目中的CP选择背景 小表妹会打造一个怎样的完美CP呢 嘿嘿 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 打造自己的梦中CP 这是多美好的事情呀 我一定要打造出最完美的CP 首先是选择CP的家庭背景 有贫穷 普通 小康和富裕 如果选贫穷的话 小表妹你来了 虽然我住的地方有点穷 但是我有一颗真心真意的心 我的妈呀 这比加图四壁还惨啊 这有点强屁了 不行不行 没有物质的CP就是一盘反杀 我还是不要生贫穷了 太过普通的话也没有特点 太富裕的话啊 我是富二代 以后请称呼我为王子 现在你可以说王子请成为我的CP 啊 这不是妥妥的八道总裁 爱上我的剧本吗 不行不行 太素气了 还是选择小康吧 有点钱他们不多 才会努力奋斗 接下来就是CP的首先加点啊 首先是颜值 这个必须要加满 我小小妹没那么美 CP当然不能差到哪里去 总不能是个游泥大叔吧 给他加满 嘿嘿 小表妹 你可以当我们游泥上的压战夫人吧 抱歉小表妹 我来晚了 我才是你真正的CP 接下来是善良 这个可是很关键啊 一个有慎心的人都非常的温柔呢 所以一定要加满 快看 这里有只迷路的敦敦和窝窝兽 看样子很久没吃东西了 咱们喂点吃的给他吧 谢谢你好心眼 长得又帅 又有爱心 第三个是勇气 说到这个 勇气可是非常重要的呢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都需要勇气去面对各种事情的发生 比如考试考诏了 面对父母老师 生活中做了错事 也需要勇气去面对改正 当然小表妹的粉丝们 一定都是特别聪明的天才 不过勇气都是后天培养的 就不加满了 不然勇气太满 很容易发给的 小表妹你快走 这个冰云之魔我来对付 勇气 拿命来 我远 这不是送人头吗 到智商这里 我的要求不多 和爱因斯坦一样就OK了 也许加满 远周绿小数点的后期位是 3.1415926 从1加到99的答案是5050 最后一个脾气当然也要加满了 这样我无论分手还错都能获得原料 快糟糕了 我不小心把雨林之眼丢到银礁里面了 没关系 咱们再收集一遍就好了 我还把太和金服也丢了一遍了 实在不行 咱们就用手了 OK了 现在就让大家看看 小表妹创造出心目中最理想的CP 是什么样的吧 嘿嘿 不 莫远 为什么是我表姐 难道表姐和我家典的属性都非常完合吗 大家看 这就是人见人爱的帅气迷斯拉皮肤 现在我穿上是不是特别好看呢 小宝贝 我来救你 没关系的小宝贝 我都已经想出办法了 这么一想 好像表姐确实是一个这样的人 看来表姐对我还是很好的嘛 小宝贝